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2024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我们将关注几条重要的新闻 首先是澳大利亚的马库斯 哈里斯在对阵印度A队的比赛中 表现出色 成功为测试赛的开局位置争取机会 他的74分让他成为了选拔的热门人选 而其他选手的表现却相对平淡 接下来的选拔名单将会很快公布 令人期待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特朗普再次当选后 以色列的反应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 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特朗普胜利的兴奋 数据显示 大约65%的以色列人支持特朗普 这一变化可能会对以色列的政治格局 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在与巴勒斯坦的关系上 最后民主党在特朗普胜利后 面临内部分歧的挑战 许多民主党人对拜登的领导能力表示质疑 认为党内应更加关注工人阶级的需求 而不是仅仅依靠名人代言 民主党内部的反思和调整 势在必行 以便在未来的选举中重新赢得选民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尘封报》报道 澳大利亚国家队在即将与印度进行的测试系列赛前 面临着选手状态不佳的困扰 马库斯、哈里斯在澳大利亚一队的比赛中 打出了74分 展现了他渴望重返测试赛场的决心 尽管哈里斯的表现让选拔委员会的首席选择者 乔治、贝利申斯 但他与纳森、麦克斯维尼的竞争依然激烈 两位选手都在争夺与乌斯曼、卡瓦甲搭档的开局位置 而哈里斯的心理调整和更成熟的表现 让他在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尽管如此 澳大利亚队的其他顶级打击手状态不佳 尤其是在最近对巴基斯坦的一场一日国际比赛中 遭遇了令人震惊的崩溃 半岛电视台报道 以色列对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美国总统职位的反应热烈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玛尔本格维尔 在选举结果公布前就发推庆祝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则迅速对特朗普的胜利表示祝贺 称其唯美以关系的强有力重申 民调显示 65%的以色列人支持特朗普 尤其是在犹太人群体中 这一比例甚至高达72% 特朗普在任期间 对以色列的支持使得许多以色列人对他的回归感到兴奋 他们认为 这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度 随着特朗普的胜利 分析人士预测 这将为内塔尼亚胡在加沙问题上的行动提供更多支持 并可能对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出马库斯 哈里斯在与印度A队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成为澳大利亚队在测试选拔中最有希望的开局人选 尽管其他竞争者如纳森 麦克斯维尼 卡姆 班克罗夫特和萨姆 孔斯塔斯表现不佳 但哈里斯以74分的成绩为澳大利亚队赢得了领先 比赛中 哈里斯的出色表现不仅为他争取了选拔机会 也让他在场上与对手的较量中展现了坚韧的精神 尽管在比赛中经历了争议的判法 但哈里斯通过稳定的心态和出色的技术 成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增添了光彩 随着测试队伍即将公布 哈里斯的表现无疑将成为选拔委员会的重要参考 悉尼晨报报道了美国选举后 对特朗普当选的反思与批评 许多评论者指出 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他抱有希望 但他与亿万富翁的关系 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忽视让人担忧 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虽然承诺结束气候战争 但实际上却增加了化石燃料的补贴 显示出与美国在环境政策上的相似之处 选民的低投票率 引发了对民主党的质疑 尤其是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表现 以及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崛起 德意志之声则分析了特朗普 在中东政策上的可能走向 特朗普的回归 受到以色列和埃及等美国盟友的欢迎 但对伊朗及其支持的武装团体 则采取强硬立场 专家们认为 特朗普将继续推动亚伯拉罕协议 努力实现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 同时也可能寻求与伊朗的谈判 尽管中东局势复杂 但特朗普的个性和他自认为的交易者身份 可能会影响他在该地区的政策 南华早报则聚焦于民主党在选举失利后的自我反省 尤其是对副总统哈里斯的批评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 哈里斯在竞选期间的表现受到限制 而拜登的领导力则成为了重矢之地 虽然哈里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色 但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沟通不足 以及未能有效与拜登区分开来 导致了选民的流失 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加剧 许多人呼吁需要重新审视党内战略 以应对特朗普可能带来的挑战 LJZR报道 前巴基斯坦总理易姆兰和在唐纳德 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 向他表示祝贺 称特朗普的当选将有利于巴美关系 期待特朗普能推动全球的和平与人权 分析人士指出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 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可能面临考验 尽管特朗普的团队 可能不会将巴基斯坦作为优先事项 特朗普在任期间曾与汉建立良好关系 但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和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使得未来的互动充满不确定性 专家们认为 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关注国内政策和全球贸易 而巴基斯坦的相关性 可能在中东紧张局势加剧时上升 BBC报道称 埃尔兰总理希盟 哈里斯预计将请求总统米哈伊尔 D·西金斯解散现任下议院 以便在30天内举行大选 哈里斯表示希望选举日定在11月29日 强调这是清晰的信息 埃尔兰当前的联合政府 由芬格尔党 芬纳福党和立党组成 面对持续的选举时间问题 哈里斯终于给出了明确的日期 自2020年2月以来 埃尔兰尚未举行过选举 当前反对党新费党 在上届选举中表现出色 成为主要对手 南华早报报道 汇丰银行的新全球批发银行业务负责人表示 银行将在未来几周内进行大规模重组 并计划宣布首轮裁员 新任首席执行官乔治·埃尔赫德里 上月宣布的重组旨在简化银行业务 以应对投资者对汇丰未来发展的担忧 尽管裁员在所难免 但埃尔赫德里强调 此次重组更多是为了提高效率 而非仅仅削减成本 汇丰还将进行地理重组 划分出亚洲、太平洋和中东的东部区域单元 以及包括英国、欧洲和美洲的西部市场 随着特朗普当选 汇丰也在关注可能出现的贸易关税问题 认为这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纽约时报报道 爱尔兰即将举行快闪大选 选民们将在本月前往投票站 爱尔兰总理希盟、哈里斯 于周五宣布将解散下议院 并定于11月29日举行选举 结束了人们对选举时间的猜测 此次投票必须在现任联合政府的五年任期 于2025年3月到期之前进行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后 哈里斯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芬盖尔 在民调中重新获得支持 因此这决定并不令人意外 自现代爱尔兰独立以来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是由芬盖尔和菲纳费尔 这两个中右翼政党主导 2020年2月的上次选举中 菲纳费尔赢得了最多的一席 但未能取得绝对多数 令人惊讶的是 左翼民族主义政党新费因的支持率激增 赢得了普选票 并在一席尚未列第二 超越了当时由利奥、瓦拉德卡领导的 执政党芬盖尔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 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 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 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 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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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